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来自和登集团的苏培君 今天让我梳理一下市场数据 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随着新加坡在应对新的地缘政治形势进行调整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资金投入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 作为一个备受瞩目的世界级金融中心 新加坡拥有优质的基础设施 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强大的货币稳定力 吸引了众多外国投资者 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 价格涨幅也相对稳定翻身 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定的回报 在2023年 我们从疫情中恢复过来 租金不断上涨 利率也在美国联储影响下持续偏高 政府也加强政策调控 许多人难免怀疑自己是否已经错过了拥有新加坡资产的时机 在这期PNN房产探索节目中 让我和Aisha一起穿越时空 回顾过去几年的走向 一起对未来寻求清晰的思路 是的 培君 的确 我记得许多客户是因为你分享过 自2016年以来的总总数据而决定进场的 回想一下 2016年到2018年期间 新加坡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征地热潮 集体出售和政府土地销售都出现了创纪录头标价 开发商的这一系列活动最终导致了2019年5月供应高峰期间 超过21000个单位供应量的出现 其实 令许多人惊讶的是 早在2017年4月 摩根士丹利就发表声明预测 新加坡的房地产价格将在2030年翻番 预测从2018年到2030年 私宅持价平均每年增长率为5% 这一大胆的预测是在全岛平均新房价格约为每平方英尺1500新币的时期提出的 该报告指出 在长期内是家庭结构率影响了房屋的需求 从而抵消了由于人口增长放缓所带来的影响 家庭结构率是由单身人士和更多外籍劳工转向更高技能的专业人士的改变所推动 那么当年你的客户对以上推论有什么想法呢 裴军 是的 埃莎 我记得在2017年当我展示摩根士丹利的报告时 许多人都持有怀疑态度 然后在2018年2月 政府针对超过100万以上的房屋价值增加了1%的买房英华税 许多分析师认为这更像是一项渐进的财富税 而非降温措施 因为其影响微不足道 三个月后 在2018年5月 新展银行预测到2030年新的私人住宅持价均价高达2900新比 远高于当时的1500块新比的均价位 这意味着到了2030年 私人房产的平均价位将在190万新比至250万新比之间 各位 在2018年 当您看到接下来几年 将有一系列的新楼盘推出 您是否曾认真看待这些乐观的银行预测 还是认为这都是天方夜谭呢 我想要么当时您可能就采取了行动 为未来十年乘风而上 要么您担心供过于求 并被否定者说服保持观望态度 是的 许多这些否定者呢 现在已经沉默 从媒体上消失 因为迄今为止的事实 已经证明了他们当时的错误判断 2019年 我们看到了几个项目的陆续推出 当时此价的新纪录价格和高库存量 有让许多人质疑是否会出现房地产泡膜 在2020年3月就在新加坡实施新冠状疫情封锁的前一个月 我们向客户介绍了新加坡未来十年的关键里程碑 我们也解读了在不同阶段可能产生的影响 虽然因为疫情的出现 如消费税增加和汤森东海岸线进展等 存在着一些延迟 但让很多人感到惊讶的是 由于快速变化的地缘政治原因 房地产的需求和财富流入新加坡 反而快速增加 这种情况不仅说服了消费者接受新的拳刀定价水平 而且证明了摩根斯丹利在2017年的预测正在稳步实现 因此我认为现在重新审视基于每年增长5%的 不同地区的房价预测 可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让我们来看看数据 该图显示了2018年至2030年 按不同地区划分的新房的预估平均价格 屋节路已经超过了持价4000新笔 五级芝麻的价位也接近3000 显然的不仅不同地区的房价 如今已经符合当年的预测 甚至一些地方尤其是其他中央区和中央区以外 已经提前超越了预测 比如北部的伦多池价已经突破了2400块新币 东部的白沙池价已经超过了2000新币 再看看现在的情况 未收出的私人住宅库存 现处于15年低位 新的集体出售 2023年初已有卷土重来的迹象 政府也推出更多的土地招标 在这轮补充土地储备的过程中 开发商似乎面对不断上涨的建筑成本时 也更加谨慎了 随着世界从疫情中恢复 更多的财富也聚集于新加坡 我们预计强劲的需求将持续存在 4月27日所推出的降温措施 力度之大针对性之强 可说是一贴两药 虽然股口却有利于新加坡房价的稳定 这也为后疫情时代的新加坡房价 稳住了新的基础价位 是的各位 从这个新基础开始 四头将继续向前稳步推动 符合当年摩根斯丹利的预测 当然任何类型的投资一样 房地产投资可能会经历一些小的波动 但您可以放心 因为政府已经采取了谨慎的措施 确保房市是和经济基本面相符的稳定增长 其实在我和客户的日常工作中 我们分析了许多真实案例 并拟定以后市场推出的策略 从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买家 从2016年到2018年进入新房产市场 目前已获得了可观的受益 我们考虑了他们的资本支出 如首付款、物业税、维付费、印花税、贷款利息 并预测了出售策略和预估的年复合增长率回报 有趣的是当我们回溯这些数据时 并与现实的受益进行比较时 我们发现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那同样的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根据您的需要和独特的财务状况 制定详细的入场和出售策略 在此让我总结一下 现在您觉得2023年是买房的正确时间吗? 回顾过去 如果您知道市场如今的转变 您会在三年前进场吗? 但那时您是否像现在一样 被恐惧和不确定性因素所困扰? 有趣的是 我的一些客户在十年前问我同样的问题 现在仍然在观望 因为即使在市场调整期间 他们仍然果足不前 我们必须了解市场从来不是问题 犹豫不决的根本原因是因为 买家缺乏对本地房地产经验丰富的 合作伙伴指引 而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如果您现在仍在观看本视频 那您应该体会到 需要与能够进行深入分析 并能够清晰呈现事实的伙伴合作 我们可能素媚评深 但是想想我们周边的许多朋友 也不成是陌生人吗? 所以请现在就联系我 让我们一起交流 房地产是一项长期投资 需要对市场总结构 有一定的经验与了解 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联系我们 探讨接下来几年的 重要新加坡里程碑 以及相关的房产市场影响 最后请记得点赞关注 分享我的视频 我是来自河登集团 P&M的苏培君 期待与您会面